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I don't wanna wait Yeah 做好了准备 随时要起飞 You are do be FUKAS 大舍合力推 下表会是 无敌标准强的战队 我们第一个来的就是大傻 诶 完美的唱完 FUKAS也来了 很beautiful 到我们Do Boy的时候 给我忘词 而且你说你忘了两三词 多好呢 好长的一段啊 就把整个歌 压到后面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干 但是呢 就像我说的 有我们的大歌 所以当五度唱完了 我唱完了 大傻哥哥发声后面还有要 准几句话 然后大傻哥哥来了 Freestyle 然后我们的完美美的 把这首歌演完了 然后过了 这才是Voodoo Clan 无一发战队 Ring 刚刚你也看到了啊 分析战队的人也唱的挺好 也问完了以后 狗哥說他有一些話想說 他就覺得這個副歌不好聽 我有一些話想講 可是我不太敢講 你都講了 沒有 我覺得那一開場那個 我覺得太男孩團體了 你拿好團體喔 所以我覺得那開場有點多餘 然後老實說啦 我覺得那個副歌 有點不是太好 但是讓大家都很意外的是什麼呢 彈彈也覺得副歌很好 沒有 我跟狗哥的觀點又不一樣 你真的啦 下一季五個老師 無組織的人 我覺得這首歌很好聽 對 我覺得那個是有一種不一樣的反差 你們的表現 然後還有音樂 這首歌我也非常的喜歡 當時呢 這就是因為每個人有他自己的看法 所以這個呢 大家還是能理解 但我說實話 我覺得副歌還可以啊 我覺得今年熱歌戰隊也是很強喔 然後他們唱的歌 說實話啊 我是違反戰隊的 但是我喜歡上 熱歌和兒子戰隊業戰隊的那首歌 特別好聽 誰是真正的MVP That's me That's me That's me 誰是真正的MVP That's you That's you 今年的MVP 要宣布每个战队人 是带定了哪一个人 你们自己看 就知道了 现在我要抽出 首先出场的战队 那这样好吧 潘伟博战队 那么你们都看到 我是跟杨和苏要比 哦 no 杨和苏是那种唱炸的 然后我这次选的歌 就是一个走心的 我都完全都不明白 怎么搞这个事情 但是我上次我自己 我觉得我歌好 虽然我上台的时候 我一直在抖 我很紧张 那么可能是因为 我选的歌叫 常回家看看 我怕我唱了 真的是要回家去看看 不说太多了 你们自己看 我也没有回家去看看 潘伟博战队杨和苏 这不是谁的战 也有你的 我们不晓得 DOWN THE FULL BOYS MAKING NOISE WITH ME 我们的家庭一天超神 因为我笑的 照点稍不测 让我说得超 REP THE BEST WITH ME 时代都在变成唯一不变的 就是情境 美好的回忆 总是念用父母 陪在身边的记忆 还有那一帮兄弟 年轻时期的叛逆 不懂所谓的爱情 却懂得什么是兄弟的义气 潘伟博战队杨和苏 得票数 67 却是不开心 被淘汰了 但没事 说实话我没有想到 我能走到那么远 我以为我还想就啪回家 有机会能把这首歌已经唱了 我已经很开心了 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一个谢谢 就是因为次次我到那里 就真的是不简单 杨和苏说实话 他的歌就是很好 我自己听他的歌 我肯定会托给他 我们比赛完了以后 次次给我发一个信息说 对不起兄弟 我说不然 不需要对不起 这是一个比赛 这个比赛有输的有赢的 该表现的都表现了 所以我觉得 我输的很开心 不是输的很惨 因为你是一个很厉害的rapper 然后能跟你比 对我来说说我也赢了 然后呢 你要加油啊 你要给我做下去 虽然你比不上我们的 吴亿凡 上队的大哥们 但是呢 奎哥呢 也支持你 然后我要离开的时候 我们吴亿凡哥说 感谢奎哥很喜欢我们 中国文化和中国的音乐 在那时候我就很感动了 我觉得 我做到我想做的 就是想大家感受到 我对中国的热爱 然后呢 我一方看到了 所有的其他老师也看到了 他们也跟我说了 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但是大家还是要跟我投票 让我复活 OK 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们在这里肯定是说不完 所有节目 节目三个小时这一次 我希望大家马上立刻 去看一下我们的爱情 以中国性说唱 但是打开之前呢 你们懂得 一定要去给亏格 拖下票 让亏格回去 出货一下 给你们唱一些好歌 给大家唱片了一首 非洲人物中文的东西 很好听 OK 就很咋 没在怕 我要在这里 给你们披个肠 SALUTE 9 1 2 2 3 6 橙 邀 2 2 4 5 5 4